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灵魂伴侣是假命题吗? 所谓对的人,是他愿意成为你的对 在爱情市场上面呢,总是打着 宁缺勿滥,愿者上钩吗? 深信说,如果真的有那种所谓的灵魂伴侣 或是对的人,他的出现 应该是不费你吹灰之力 就是爱情来的时候呢,你就是很轻松自在 什么事情都不用准备 就是可以让你很自在地做自己,毫无压力 但是,真的是如此吗? 今天就来好好聊聊这个命题 但是在实际的进入主题之前呢 来推荐一间新开的早午餐店叫做Bron布兰 这间布兰呢,其实它是一个知名的早午餐系列品牌 最近新开的这间店是叫做信义店 然后是跟知名的服饰品牌Puzzle联名的 Puzzle这一栋呢,它其实就有三层楼 一楼就是Puzzle自己卖衣服 二楼跟三楼呢,就是跟Bron联名 然后这间应该是九月份刚开幕,我也是在新闻上看到报道 然后今天就去彩点 它整个装潢就是以纯白色系 整个店家就是白到底 墙面啊,桌面啊 甚至是外面的那个石头的装饰都是以白色系为主 连户外区的羊散也都是白色的 所以你从就是路边经过 你一看过去,就这间店就是白到个底 它唯一一个木质掉的东西就是它的椅子 它的椅子的那个坐垫的部分是木头色 其他全部也是白色 那这间店呢,就是号称主打全日提供早午餐的服务 有甜有闲 我觉得它整个风格就是营造的非常像日本那种 就是郊区的咖啡厅 就是很chill 然后它二三楼呢,白天开始经营到晚上 它晚上会点灯 所以整个风格又会有另外一个风味 而在这栋白色建筑旁边有棵很大的树 那整个植栽 就是点缀了这栋建筑会感觉更有绿意 就感觉看出去的风景会别有风味 不太像是在台北市中心就对 那我觉得啊,他们家的餐点就是大概两三百块吧 那我也有拍IG的影片,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这次跟Puzzle这个连城呢 就是有推出他们这个限定的餐点 叫做可颂松饼跟焦糖拿铁 就是只有这间店才有 我这一次有点他们家的可颂松饼 它的口感真的是 就是介于可颂跟松饼之间 这句话有讲跟没讲是一样的 但就是很特别的口感 就是你感觉上它是松饼的样貌 但是吃起来就是有可颂的很多层次的那个面包体的感觉 那这样它给你一球冰淇淋跟风糖 淋在一起就是会有一些mix and match的口感 我还蛮喜欢的 那因为它最近新开幕 所以排队人潮蛮多的 除非是你跟我一样就是有点疯癫 你可以忍耐做户外区 就是户外区有一棵大树 如果你不想要就是排很久的话 那就是做户外区有棵树 就要稍微耐得住那个户外的高温 但如果你就是要排内容的话 可能就是要心理准备要等一阵子 那这间Bron布兰的信义店呢 就在此推荐给你 相关的资讯呢 我一样有放到IG 其实你应该限动24小时 也有拍影片 讲到这里 IG其实你应该赶快去按赞追踪起来 回到今天的主题 灵魂伴侣是不是假命题呢 所谓的对的人是愿意成为你的对 第一点就是呢 你的灵魂伴侣呢 其实不止一个 大家可能心里想的 一想到所谓的灵魂伴侣 或是对的人 你就会觉得 觉得就全世界只有这么一个人 就只有一位而已 但是这个世界上有70亿的人口 倘若真的存在所谓的灵魂伴侣 那绝对不可能只有一个人 而且我讲灵魂伴侣 之前我看到一些新闻报道 他们就说这是一种感觉 感觉不一定是只有存在于爱情关系里面 有可能是你的朋友 有可能是你的兄弟姐妹 也有可能是你的灵魂伴侣 所以灵魂伴侣在这个世界上 不会只有一个 我觉得大家心目中觉得 说要百分之百贴合的那个感觉呢 其实那是个分数 就是可能是个量表 而那个量表可能是 你遇到的人可能是95分 90分 87分这样子 那可能maybe就是高于85分 或90分以上 你就会觉得说这个人跟你很match 而那个match的感觉 就是所谓的灵魂伴侣 有可能就是你的朋友 或是兄弟姐妹 亦或是你的另一半 所以真的是不用纠结于说 你那个一定要找到跟你百分之百贴合 兴趣啊 嗜好啊 各方面观念都要跟你百分之百类同 所谓的灵魂伴侣呢 可能就是跟你就是 契合度85%以上 你就会觉得说 它就可以列入你的灵魂伴侣里面的 但也因为你有这个前提 随着你的时间的推展 跟你的心态的转变 你每个年龄去遇到的灵魂伴侣都不一样 你每个时间轴 跟你的心态转变的时候 你期待的灵魂伴侣又不一样 只是分数不一样 就你在这个人 那个人在你国中高中遇到 你觉得你在心中 maybe98分 但你年过30之后 同样的人 maybe他就是分数 就是会变动 所以就不用陷入 所谓的单一 灵魂伴侣的迷思 哪怕你过往 可能有个恋情 让你觉得说 那个人就是你这辈子 最懂你 最认识你的人 可是maybe他分数很高 但是你也不用担心说 接下来人生就遇不到那么高的分数 他不是只有一个人 就是跟你是 你知道所有的另一半 大家有可能就是设想的另一半 就是全宇宙 就只有一个人是你的另一半 而有可能是很多人都可以跟你组合在一起 只是说那个分数 是有可能随着年龄啊 随着时间会做一些变化的 你的另一半有可能就在 下一个转角就会遇到 你的灵魂伴侣 可能也是随着年龄的不同 会有不一样的选择 所以就不用去较真于说 你的灵魂伴侣只有一个人 有可能有很多人 接下来第二个关于说 灵魂伴侣是不是个假命题呢 所谓对的人 是他愿意成为你的对 就是二 那些对的人呢 是他愿意成全你 所谓在感情里面对的人呢 我觉得大家都会把对的人 或所谓的灵魂伴侣 就是把它放在很至高无上的位置去 往往有点过欲了 仿佛那个对的人出现 他什么事都不做 就是他这个人出现 就是可以百分之百的 契合你所有的想象 很轻易就会成为你喜欢的样子 仿佛什么事都不用努力 都不用做 就不用磨合就对了 但现实是 他之所以会成为你心目中 那个对的人 或多或少 他是一定有去做一些努力的 他有意识去争取而来的 或是做一些退让的 不可能他一出现 只有是什么事都不做 什么努力都不用尝试 你也是 你也是什么事都不用 就是追求啊 不用去磨合 你都不用做 那就会完全的契合 他就会懂你 什么话都不用讲 他就看你的眼神 就知道你要什么 就会懂得你的心思 不可能有这种事情 所以那些你觉得 心目中你觉得 那个人就是对的人 那个就是我的灵魂伴侣 他其实是愿意去成全你 他是想要去成就这段关系 所以他才会做出一些 去做一些努力啊 或是迎合啊 或甚至退让啊 磨合 这些东西才会让他成为 那个对的人 而这个第二点 接下来第三点关说 灵魂伴侣是不是个假命题呢 所谓对的人是 他愿意成为你对的样子 就是三 所谓的好对象呢 真的是要靠磨合出来的 能够成为你心目中 理想的对象呢 绝大多数的时候呢 一定是双方要基于一个 有想要改变 有想要爱对方 跟心中有爱的这个前提 有意识地去做一些退让妥协 是双方有共识 想要去经营这段关系 才有可能 他变成那个所谓的好对象 对的人 或是灵魂伴侣 绝非不是恰好 他真的是一出生 就长成你喜欢的那个三观 或是长成跟你 你怎么样 你可能又有洁癖 然后刚好他也有洁癖 或是你喜欢吃什么东西 他刚好也是喜欢吃什么东西 这些什么生活习惯啊 兴趣嗜好啊 三观啊 饮食啊 还有什么小癖好啊 性癖啊 什么这些的 为什么你都觉得 跟他特别的契合 不是说他天生如此 而是说 在你们相处的过程之中 双方 就是你跟他 都有那个 对未来有期待 对另一半是有 就是想要 跟他继续长远走下去 所以我们两个是 有默契地去磨合出来 一种感觉 很像很合拍 像跳双人舞 你前进的时候 那我就稍微后退 那我要前进的时候 你也要跟着 稍微后退 才不会互相去踩到脚 而这种契合 是要靠双方的默契 然后去磨合出来的 绝对不可能 就是你知道 一出声 他就刚好是你喜欢的样子 你的所有的韧性啊 你的脾气啊 他刚好都可以忍受 有时候就是因为他爱你 所以他愿意忍受 而这就是三 所谓的好对象 是靠磨合出来的 加第四点观说 灵魂伴侣是假命题吗 所谓对的人是 他愿意成为你的对 就是四 想要怎么样的对象呢 你就得先变成那样的人 想遇到你所谓的 灵魂伴侣或是对的人 前提就是呢 你必须先拥有 这样的魅力跟价值 你要先提高 你自己的个人的 不管是外在的条件啊 或是你的思想啊 内涵啊 或是你给人家 在交软体上面的 人家看到你的profile 看到你的兴趣事啊 会觉得对你有兴趣 这些东西呢 你必须把自己 提升到一定的位置 你才能够吸引到 同等优质的对象 你得把自己先过得好 把自己变好 当跟你同等优秀人 出现的时候呢 你才觉得说 我匹配得了他 你们相遇的时候 才会觉得是一拍即合 才不会有那种 觉得说 你遇到一个 就是他各方面都很完美 很符合你的 理想条件也好 或是你期待的 样貌啊 或是内涵啊 相处的习惯啊 但是你会突然觉得说 我很像没有他 想象中的这么棒 没有他期待这么好 那这个时候 你跟他爱的时候 你会爱得微微索索 但反过来说 如果你先把自己 变成跟他一样好的对象 你自己会心里 会设想说 我期待我未来另一半 他的外在条件 内在条件 大概要怎么样 那你自己是否又符合 你自己的期待 就很多人都说 如果自己去照镜子 你看自己 你会想跟自己交往吗 如果连你自己 都不愿意跟你自己交往 我一直是说 那个各方面的条件 那你就要稍微做点改变 稍微努力的 把自己变得更好 当你有一天照镜子 你觉得我自己很棒啊 如果我今天是另外一个性别 我会想跟自己交往的话 那表示说 诶 那你就是去找对象的时候 你就会比较对等有自信 而这有第四点 想要怎样的对象 你就得先变成那样的人 接下来第五点关说 灵魂伴侣是假命题吗 所谓对的人 是他愿意成为你的对 就是五 命定论的想法呢 有时候真的是基于一个懒惰 面对爱情呢 大家有时候会抱持着说 命定论 就看太多偶像剧 或是那种童话故事 告诉你说 有一天王子就来解救你啊 那哪怕你是男生 你会觉得说 如果他是真命天女的话 转角遇到他 他就是会突然的出现 你不用花费你任何一丝一毫的努力 就是怀抱这种过度浪漫 或是 他就是那个the one 他就是那个对的人 他就是 老天爷就是会把他指派给我 怀抱他自己有一天会找上门 你不用花费 你丝毫去努力追求啊 争取啊 会有这种心态人呢 就是他把那个灵魂伴侣跟对的人 想得太美好了 想得太简单了 就是说他就是有一天会悄然现中 你不用特别去努力 你知道 就是过你的生活 那对的人 他就是有一天自己会找上你 这样 主动来示好 主动来爱你 但是这种过度命定的想法呢 有时候推到极致 就会有点过头了 如果只是心态上面比较淡定 那是OK 但是如果你就永远都觉得说 好 不用努力啊 人家都要玩教软体 素材不要玩呢 如果是对人 他自己就来找我 或是看到我身边 有很多人就是 热烈地想说 打开自己的交友圈 想要认识对象 你就会怀抱说 他如果是我那个灵魂伴侣 我不用付出努力 他就会自己来敲我的门 他就会 转角 我们就会 可能咖啡洒到我身上 然后我们就会 因此就交换电话 然后就促成一对良缘 这样 就是你会有这种 很不切实际的幻想 但是实际是呢 这种命定论 有一点就是过于懒惰 你纯粹就是 自己不想付出努力 就想说 老天爷就会 丢个礼物下来 那你就是 等着那个礼物下来就好 你不用自己去付出任何的 追求也好啊 或是你连交友软体都懒得滑 连约会都懒得约会 这时候呢 其实不是你遇不到好的对象 而是你不积极努力去争取 所谓对的感情呢 是你让他变成那个对的人 但前提是 你要有那个想要谈恋爱的心 你要有对等的主动 跟积极想去争取 或是试出善意 这样这个对的人 这个灵魂伴侣 才有可能找到你 你懂吗 如果你什么都没有做 就是在家里守株待兔这样子 等他幸福自己找上门来 那真的就是有点幻想过多了 而这个第五点 命定论的想法呢 有时候会让你 就是找不到人 就是你太懒惰了 好啦 今天就简单分享五点关说 灵魂伴侣是假命题吗 所谓对的人 是他愿意成为你的对 而是你的爱 让他变成那个对的人 希望提供给你做参考 最后还是要说 如果对今天的议题 你有任何意见和看法 想要分享的话呢 不管此刻 你收听还是哪个平台 快去按赞订阅 如果是厂商的话呢 在咨询栏外有信箱 或是你可以加我IG 其实你应该私讯跟我联系 好啦 这就是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啰 要访问呢 好啊 对 嗯 太多了